拉开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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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 会进啊 刚才啊 把那拉开跟那个虎皮墙膜 外贵来这个虎皮墙膜 放在草片里边 玩着玩着 这家伙 不知道啥事 他俩都打起来了 本身是好好的 我估计啊 我猜测一下 我猜测一下就是 人家这个气味啊 非常太重 他一直在批人家 然后那个虎皮墙膜不乐意了 上去先咬的拉开 但是 这是打斗界的职场高手 他俩谁也没受伤 他谁也没受伤 也没咬这个小母也没那啥的 但是最后呢 他他已经服了 这家伙还是服了 他是缺小这种打斗的经验 把他给跟着了 拉开 过来 还要时间吗 啊 使用点加法 你就不乐意了 什么 不好好对人家玩的 人家是外来的 就单上两天就走了 你干嘛呢这是 又拔人家 你先回头 你又打人家 来个下马位 你这是啊 想爆皮劲 没办法 玩不了三分钟 都是那样 玩着玩着 说不定哪一会 哪一块不对的情况下 就开始了 就开始咔咔一挠了 我给你捡他捡他 给他咬咬 你们 牙印 咬 干嘛啊 你 没事 没事 牙印 与点牙印 拉开那脸上也有点牙印 它有肯定的有 你想想它那牙齿一个比一个尖 再一个比一个硬 它肯定的有 拉开 但是肚子上没有啥事 你站起来逃跑行不行 姐妹你站起来逃跑 走了走了走了 走走走走 赶紧找人家去 好想找人家不乐意了 他头上重 带着好几斤 重到不可以吗 牙连球都不搭理了 完了 你只要是带上这个东西之后啊 就跟店门人一样 你们立马就没精神了 你干嘛呀 你知道啊 我让人家带上龙嘴了 你你到高兴了是不是 我要不再给你来一个啊 这小家伙啊 从来也没打过家伙看着 他的牙好着呢 小鲜肉一枚 你这要是有技巧的话 我估计刚才你一截着俩啊 就打个三 就就就就练啥了 翻天地覆 拉都拉不开 小鸭聪明知道臣服 知道臣服 你看看一开始 他先先这样撕的牙去咬这个拉开 拉开一反嘴 刚刚一个人往上冲的时候 嗯 他知道躲 再一会就这 雷马就撅屁股就不动了 哈哈 怕还打 是不是 你老了是不是拉开 我现在拉开 年龄稍微大点了 脾气没有那么大 看看 以前戴上龙嘴之后照样给你干 这现在人 往那一戴上之后不动了 你这这这 拉开 这这这 拉开 这这这这 看见没 还是不解当年 只要是你下口令 立马就上 这还是那盘的拉开呢带着龙嘴呢 要是不带龙嘴的话 直接上去就咬住这小母的脖子了 拉开是非常听话的 但是你要是说指挥它 要是打哪 直拿打哪 这是我的忠实爱将 爱将 来 去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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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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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不玩了 不玩了 以后你干不过 那拳就得让我们拉开上了 你这要个头都赶上他们 比他们大 多好 这我指示你 你这先锋将军绝对没问题 对这个词可以 先锋将军 这是我们家先锋将军 先锋女将 女将 女将军 拉开 扶了没 扶了 扶了 人家扶了 人家不主动找我们拉开的事 来 来 我给你俩讲课一下 以后再出来 和你拉开姐好好玩 再然后呢 等你走了之后 再来我们家的时候 更得让着你拉开 为啥呀 你这是出来啥到 知道吧 他 你知道 你得这一次就知道 他的小皮也可爆了 他比拉开稍微胖一点吧 体型差不多高 他俩差不多 只不过 只不过现在 这家 就是缺乏一点打豆的精英 我估计人家养的时候 就是在家里玩 就是半雷犬 半雷犬 嗯 你不让他打架 永远都是这样 非常健身 过来之后就是这样 你看非常好 爱蹭你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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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